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事情 在2022年秦岚魏大勋的恋情曝光后 吃瓜群众一直等他们官宣结婚的好消息 在5月4日,港媒爆出一个大瓜 让人挺震惊,说魏大勋已经向秦岚求婚了 只是没有想到面对求婚 秦岚拒绝了,既然相恋了,求婚是很正常的事情 为何会拒绝求婚,让吃瓜群众都很吃惊 媒体爆出秦岚拒绝魏大勋的理由 是觉得双方目前对婚姻的设想规划没有形成统一的认知 言下之意就是说明双方对婚后生活的计划不统一 双方出现了分歧 同时港媒报道 魏大勋是在34岁生日之际向秦岚求婚的 本来想洗上加洗,没有想到却被拒绝了 所以二人已经陷入冷战的状态 其实在前段时间,秦岚参加某节目 被主持人张绍刚问道感情状况现状是什么状态 秦岚的回答非常的耐人寻味 说就是大家看到的 当时秦岚的这个回答 就让不少人猜测二人的感情肯定出了一定的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秦岚肯定会大大方方的承认 何必这样为手为脚的 那么秦岚为何会拒绝魏大勋的求婚 成为网友猜测的焦点 被猜测最多的原因就是秦岚可能担心魏大勋的花心 在秦岚之前 魏大勋曾经和马苏 杨幂等知名的女明星传过绯闻 巧合的是这些女明星和秦岚都是很好的姐妹 正因如此 秦岚担心魏大勋花心也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面对外界的热议 魏大勋及工作室在5月4日 都回应了外界的传闻 看这样的回应 还是露出一些端倪来 魏大勋表明各种爆料的内容 对自己的父母恶意揣测带来伤害 希望大家对他们手下留情 其实在魏大勋发声明之前 媒体对魏大勋父母最多的爆料 就是说魏大勋是独生子 父母着急抱孙子 所以才想着让魏大勋赶紧结婚生子 虽然魏大勋过了儿力之年了 但是对于明星来说 这个年龄没有结婚并不大 尤其是魏大勋的家庭非常好 魏大勋妥妥的富二代 父母应该不会发生逼婚的事情 通过魏大勋的声明 侧面否认了父母逼婚生子的传闻 看来魏大勋秦岚二人没有结婚 很大原因不是秦岚拒绝 真正拒绝结婚的人疑似是魏大勋 秦岚在魏大勋之前 曾经与黄晓明怒川有过感情经历 但是更看重事业的秦岚 最终与这两位优质的圈内人 还是分道扬镳了 如今秦岚事业有成 最重要的是年龄已经43岁了 结婚生子已经是高龄产妇了 所以要说结婚 秦岚应该比魏大勋更要着急 秦岚虽然事业上比魏大勋要好 但是魏大勋富豪的家境 成功颁回一局 嫁入豪门是许多女明星的选择 但是豪门对准儿媳应该很挑剔的 秦岚比魏大勋大9岁 娱乐圈姐弟恋向来是来得风风火火 让人羡慕 但是最终有好结果的却没有挤兑 才想魏大勋的父母对自己的儿子找一个大龄儿媳 存在一定的介意 娱乐圈八卦曾经爆料 秦岚喜欢给魏大勋买礼物 价格都是高达五位数 因为买的便宜货 会被男友嫌弃 身为明星的秦岚本来就不差钱 他买的便宜货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也非常的昂贵 但是对于魏大勋来说就是便宜货了 看到鱼记的这个爆料 能够感受到这段感情之中 秦岚更主动一些 你看好这对姐弟恋吗 你觉得他们会步入婚姻殿堂吗